大家好,我是李始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节课讲了几种方式,部署流程 咱们这节课讲如何查询已经部署的流程列表 咱们以前部署完流程以后 都会在这个表里边去看一下这个流程部署 是否已经部署成功 就是部署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这种在生产环境中当然是不行的 咱们生产环境中肯定是要在页面上去显示部署的流程列表 咱们看一下如何去在页面上展示已经部署的流程列表 咱们这里边先在controller里边写一个方法去如何查询这个已经部署的流程 咱们接着去search 然后让它去返回一个页面 咱们这个页面 然后就叫它list 咱们这这块去做一个新的一个空白的一个list的页面 咱们把这个gsp复制一下 然后查询部署的流程列表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 也是咱们这个report service提供的 它的一个方法叫create process definition query 这是创造一个query 然后list就能拿到这个流程定义的列表 它返回的是一个list 这list里边的元素是一个process definition 就是它 返回的就是它 然后呢 这个process definition里边咱们点进去看一下 里边包括流程定义的name king id vision 包括流程部署的id 还有这些resource name 描述 还有是否挂起的这些属性 都在这个实体里边 然后咱们这些实体 就让它返回到页面里边 在页面中去显示一下 咱们返回的时候需要怎么做呢 肯定是需要一个request 咱们把request的参数引用进来 attp service request 然后把这个list放到request里边 set attribute咱们这个名字就叫list 然后直接返回 这就ok了 这就是咱们的controller写完了 controller写完以后 咱们一些list里边咱们让它显示展示这个list 咱们怎么去展示呢 咱们使用了一种技术叫gstl的技术 大家熟悉这个gsp的一定用过 咱们看一下是如何去使用这个gstl 咱们gstl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标签 引入一个gstl的核心标签 controller复制一下 把这个标签引入进来 放到这个gsp的头部 最上边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咱们需要把这个类似的table里边去展示 先做一个table 然后就see for each 用它的for each标签 for each里边有两个关键元素 一个是变量 where变量 变量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传过来的list 咱们这个变量不是这个item是这个list 咱们另外一个item 它的是咱们传过来的list 变量是对list的一个分解 就是咱们类似里边的每个元素 咱们定义的一个变量 咱们就叫它item 叫它 第一f吧 随便起 这就相当于一个变量名称一样 咱们里边去做一个tr 贴宝里边的tr 然后这便利每一个元素 每每一行 每一个流程定义 咱们去把它的相关的信息打印出来 咱们打印几个代表性的 打印一个id 就这样就能获取到的id 再打印一个name 然后再打印一个k 这三个打印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显示这个流程第一了 咱们看一下是否能显示成功 然后咱们重启一下 启动一下这个项目 咱们看一下 咱们先启动之前 看一下 它那边启动了 咱们看一下 咱们原来的表里边是没有数据的 是空的 也就是说这个效果上 开始的时候 这个table里边是没有数据的 然后咱们去给它手动去部署一个 部署完了以后 看一下 再看 再查一下这个数据是否有 这样的话就能显示出来 咱们这个流程定义 好 启动完了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流程定义是没有的 然后咱们去 查一下这个 是否有没有 咱们去打一个断点 访问这个链接 点多 好 进来以后 咱们更一下代码 看一下这个list里边 历史是空的 也说咱们没有流程定义 咱们看页面 页面也是空的 就说这个流程定义没有获取到 咱们然后 再去部署一下 就是用咱们上节课的方法 去部署一个新的流程 咱们用上节课这个方法直接去部署一个 把这个流程部署掉了 好 部署成功 部署成功以后 咱们再看看页面里边有没有 咱们再查一下 看一下list里边已经有一个元素了 咱们看这面 这有的是咱们的 KIN 这是第一个是咱们的一个ID 第二个是一个NAME 第三个KIN 和咱们那个类似里边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咱们再部署一个 看看再部署一个流程 看它是否效果是不是还是能显示出来 哎 刚才把它关了 咱们重新重新开一下 然后再部署一个流程 部署流程 ID应该是8 咱们看一下这界面 是否 详细一下 托述ID 2 咱们看一下 这个2 咱们看这个托述ID是2 刚才我看到是8 咱们看一下是有什么区别 这个刚才咱们打印的是一个ID 返回的是一个 咱们看一下返回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这个返回ID是2 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是真的 因为数据库里边 它这个返回ID 它这个返回ID 它也是2 具体8 8其实是打印是这个出现 咱们看一下 方法跟进去以后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去部署的方式 还是有很多的 咱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返回是一个DBID 就是一个数据库的组件ID 而不是咱们这个真正的流程定义的ID 所以说咱们这个刚才看到 说我以为是8 其实不是 它8是指是这个 这个ID 咱们获取到那个流程定义的ID 其实是它 deploy2 这个就是流程定义的ID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再做一个实验 让它去 再部署一个流程 看下效果 把这个断权去掉 这应该是3 这次 它每次的应该是递增的 看到了13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查询流程列表 咱们把这个列表就可以显示在页面上 咱们就能看到流程定义的一些相关信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操作 包括流程的ID 尤其它是最重要的 有了它以后 咱们就可以任意操作这个流程 对这个流程进行更改 咱们这期课主要讲的是一个用search方法 是用这个process definition curry的类似的方法 去获取一个流程定义类似的 然后在界面上去显示一下 这一课就是咱们的主要内容 这期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